请 请 有刺客 抓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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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快 到前面看看 快快去那边看看 猪 猪出事了猪 进来回话三宝 怎么了 猪 刚才呢 母猪烧了热水 打算放在暖阁外边 供主所用 只是刚经过院子 被看见一个穿着白衣的刺客 吓得奴才就喊了起来 那刺客盯见声音以后 就犯前跑了 易坤公怎么会有刺客 抓着了没 那刺客跑得快 已经不见了 但是奴才听到外边 选手的侍卫追了过去 但抓没抓到奴才不知道 你赶紧去回禀皇上 再多派先人手 彻查易坤公和东西六宫 最重要的是护家 奴才立刻就去 选手的侍卫经过易坤公 都是有班次的 并不在这个时辰 怎么会来得这么快 许侍卓信封了黄贵妃 他们格外殷勤护卫先也是有的 格外殷勤护卫 就更不能让刺客 进入易坤公了 说得也是 姐姐 昨夜的事情查清楚了没有 喧闹了一夜 也寻不见刺客 一早上皇上就来了 还伸吃了公众的侍卫 不过幸好何不无事 无事便好 只是 这宫中哪儿来的刺客 好生奇怪 是啊 如何进得来呢 易坤公昨夜闹刺客 你们都知道了吧 微臣是指 闹刺客 都闹到朕的皇贵妃宫里去了 李莹彻 微臣在 你带人肃勤恭维 仔细寻访 是 奴婢立心给皇上请安 皇上 主儿请您往启祥宫用膳 知道了 家贵妃可觉得好些了 有您陪伴 主儿自然好些 窗户一定官严是了 是 是 易坤公出了一次乱子 但不能有第二次 门禁许格外森严 奴才明白 主儿 李公公来了 请 皇贵妃娘娘安 皇上这个时候在午睡呢 你怎么过来了 皇上在启祥宫 和家贵妃陪着说话呢 皇上请您立刻过去一趟 过去日就是皇上的万寿节了 本宫正有事跟皇上禀报了 请皇上 皇上 臣妾给皇上请安 坐吧 请皇贵妃安 来 皇上 早晚支持你 不忘了 找孩子 能赶紧 雪贵妃安 没有 皇上 臣妾也为了负重阿哥平安落地 每日都将臣妾索朝经文 拿去安华殿请大师诵读 虽说大师是修行之人 可毕竟也是男子 所以臣妾从未亲自入内 说来还是皇贵妃比臣妾更加诚实 尘婚必至 十分虔诚 难怪大师都与皇贵妃极有演员 什么贡箱啊 手串呀 也只送给皇贵妃所用 大师确实赠予本宫一盒贡箱 至于手串 本宫并未见过 皇贵妃还真是会避重就轻 供乡而已 认了也便认了 真说啊 进来 皇上万安 皇贵妃娘娘安 起来 皇上 前几日奴婢奉主之命 去安华殿祈福 恰好碰见皇贵妃娘娘与安吉大师 举旨亲密 窃窃私语 随后 安吉大师将一盒贡箱 一个青铜香炉交到皇贵妃手上 并将此串手串 亲自带在皇贵妃手腕上 一座定情信 皇上 臣妃并未见过此物 你如何就认定她是定情之物 既是定情之物 又怎会在你手上 真书只不过是说出所见而已 这个定情之物 是臣妃与这个方圣一起拿到的 朕已经看过了 拿给皇贵妃看便是 致连怀秀中 怜心彻底红 一郎郎不至 仰守望飞红 德军手串相赠 已知两下之情 此物凭索心待于君为正 君若有心 今夜后君于易坤宫东暖阁 家贵妃 这又是何物 你从何而得 这方圣上的宣草图案原是取同心双合之一 是被那日追捕刺客的侍卫捡到的 他们看过之后惶恐不已 便交与臣妾 臣妾哪敢多看一眼呀 便只能交与皇上定夺 皇上看过之后也找侍卫查证过了 皇贵妃 你可看仔细了 这撒进红梅箭 可是内务符只供易坤宫所用 也只是因为皇贵妃喜爱梅花 这童心结还是次要 重要的是上面的字迹 这西州曲的前几句是讲述女子对情郎的相思 也有这童心结还有莲子为证 不过家贵妃也说了 这些都是次要的 最要紧的是 这字迹像是皇贵妃的 皇上这不是臣妾写的 不过字迹确实与我的字相似 皇贵妃的书法 是诗从魏夫人的脏花小字 宫中嫔妃无人学过 所以也无从放弃 要是会嫌皇贵妃在的话 也许还能临摹几许 不过会嫌皇贵妃早已驾鹤席 所以再无旁人了 这上面的字迹是不是皇贵妃的 皇上自然认得 至于这手串嘛 臣妾猜想 许是作为信物 引刺客入议昆宫相聚所用 谁知被人发现惊动 受到惊吓 落荒而逃时落下的 皇上 臣妾并未做背弃您的事 皇贵妃 这刺客在时 你正在做什么 臣妾在准备安寝 由索心为证 家贵妃 你问过安华殿 当时大师又正在做什么呢 大师以进修为由 将自己闭锁在安华殿二楼 不许他人出入 可以大师的功力 从二楼月下 想必也不是什么难事 皇贵妃 你沐浴之后便要安寝 想必这刺客 也是算转了时候来的 这前几日真书 刚撞见大师赠你手串 这没过几日 就出了这刺客 叶入易困宫之时 且有事为壮见 这刺客 穿着与大师极为相似的衣袍 加之这信签上的诗句 皇上 这许多事堆加起来 未免也太过巧合了 朕相信这世间自然有巧合之事 所以这件事情 朕自然会清查 皇上 既是私通之事 臣妾为何不叮嘱工人 发现刺客大轿的 为何竟是臣妾的掌势太监三宝 私通密会这种丑事 岂会人尽皆知 自然十分隐秘 若有无知之人喊了起来 也属正常 皇上与本宫情好 为何要与旁人私脱 皇上久不进后宫 皇贵妃日日与大师相会 日久生情也是有的 皇上 臣妾去安华殿 只为大清祈福 别无他意 还请皇上明见 皇上 既然这信签上提到索心 就将索心送入慎行司 审问以求明白 皇上 索心不能进慎行司 皇贵妃难道不想 证明自己的清白吗 好了 事情还未查实 这件事情还扯不上慎行司 皇上 我也是为了皇上着想 皇上为战事祈求祥瑞 请大师进宫 谁知大师敬与皇贵妃 生出这种不耻之事 这种心术不正之人祈福 战事岂会顺遂 别说了 皇贵妃 你先下去歇息吧 臣妾告退 主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本宫哪里会知道 回宫家说 皇贵妃娘娘小心身子要紧 小心 小心送娘娘回宫 索心小心送娘娘回宫